一锤定烟特别节目 剑胆勤心闪亮登场 看古代文人如何修身扬兴 而且他的语言是那么的美 给我们讲古人要告诉我们的故事 长剑变长刀 古代刀剑转换的原因是什么 剑它兼具这个使用和礼仪三重功能 听专家讲述宝物背后的历史 每周日一锤定烟与您相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来到一锤定烟 我是主持人朱毅 本栏目由舍殿老酒 独家贯物播出 舍殿老酒天长地久 首先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 两位专家老师 我们欢迎中国艺术研究院 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邱春林先生 欢迎 我们欢迎中国民族管弦乐 古琴专业委员会顾问杨青先生 欢迎 为大家介绍为本场获胜者提供奖品的艺术家 我们请到的是海派玉雕大师 王欢女士 欢迎 王欢 海派玉雕大师 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大师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自幼喜爱传统艺术 善于把握玉石的自然形态 将玉石本身的趣味性和意境表现出来 将作品的灵动与神怨 显示于方寸之间 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各大玉石展中 获得金银奖项 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们首先请王欢大师介绍 本场的奖品 请 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的奖品 是一件新疆和田域紫廖的三色巧雕 我雕的这个题材呢 是江子牙在渭水河畔等待的一个画面 在他遇到周文王之前 已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折服 然后这样一份韧性和耐心 希望能带给今天的有缘人 好 谢谢 谢谢您 我们的六位奪法人 都已经精神抖操 准备来争夺今天最终的宝物 欢迎六位 欢迎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 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叫大开眼界 和日常大家看到的一锤定音呢 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说我们今天所有的答题环节 没有猜真假 没有估价 完全是考验大家的基础知识 今天我们用来计分的古代钱币 也与往日不同 我们来认识一下 来 今天每答对一题 第一环节 第一环节为大家要展示的主题叫做 剑胆 剑的历史非常悠久 我国自先前时代就开始以青铜铸造各种兵器 出土的各种食物也印证了早期璀璨的青铜文化 随着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 至春秋战国时期 各地开始铸造较为精美的青铜铸 这其中 无岳之地铸剑术天下第一 据史书记载 辅无岳之剑 肉势则断牛马 金势则断盘仪 今天发掘出土的岳王勾剑剑 及其他岳王配剑 可以看出当时优秀的铸剑工艺 剑身上已有青铜合金形成的花纹与光泽 而这其中 甘江墨爷就是早期青铜剑的典型代表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 甘江墨爷剑的传承人登场 我们欢迎纪绍通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各位嘉宾好 欢迎欢迎 我们这节目画风一下就变了 您这个打扮是 他属于是一个什么人物角色 战国时期趋扬的角色 我们请吉少聪先生 介绍一下自己成为传承人的过程 我们主上其实四五代都是做刀剑的 到后来我们传承的是杠将和木爷为主持爷 所以说我们叫木杠剑 那这个剑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的木杠剑利用的是云铁来铸造宝剑 然后它在上面有自然的云铁的流淌纹 云铁 对 就是天外来铁 对 长什么样啊 这个 请看 随身带着 这首把剑 对 这一块得多少钱 其实云铁看品项的 每个品项不一样 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我来点点 我看看这有多尘 还行 感觉就是一斤多吧 差不多 一斤多不到两斤 这能打几把剑 一把剑要十几个 那还挺费料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成品 在这边 好 其实剑你看 这就是个杠制 是杠 骨杠 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就是一个国家的骨杠 然后反过来 它是一个式字 是一个怪族精神 四族精神 这把剑是您做的 是吧 对 做这样的一把剑 需要多长的时间 其实一天做一百把剑 它也能叫剑 但是一百天做一把剑 它也是这样 它是真的剑 两个概念 主要是您这把剑 前面99天 可能都在找这块石头 都在提炼这个石头 都在提炼出来 我们停了半天了 第一题来了 请各位准备抢答 请听题 春秋时期 甘江墨爷剑 最显著的 铸剑工艺特点是 开始 二号抢到了 你是不是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刚才 一直好像在说 其中的一个答案 是吧 我怎么觉得 它像是在迷惑我呢 它感觉是个空 本来我觉得我会 现在我一下 春秋的时候 应该没有用云铁 我没有听说春秋 用云铁铸剑 所以 感觉这就是 它今天说的一个讲究 对 我有点慌张了 就不选这个了 那你选哪个呢 应该是合金剑 我觉得比较是正常的 反正我选A吧 选A 你要选择是能铸造合金剑 是吧 应该是吧 错了也不扣分 错了也不扣分 就是 王大师 你听了半天 虽然你不参与得分这事 你觉得哪个是对的 我比较倾向于选B 选B 我们都强调半天了 是吧 最厉害的就是这东西 是吧 要不然我就改吧 我就改吧 不让改 不让改 是吧 好 他选的是A 正确答案是 B B 这是一道送分 真的是B 能铸造铁剑 我们请邱老师 我们讲讲 早期青铜剑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 特殊的技艺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邱老师 青铜剑呢 主要是铸造合金剑 刚才这道题出的是 钢架木爷的 最擅长的一个 做的这个银铁剑 青铜剑呢 这个合金供应 它是在春秋的时候 是很成熟的 合金则是合哪几种呢 当然主要原料是铜 那么其余的 少部分的其他金属是锡 大概百分之十七 那剩下的百分之十几 应该是铅 和到一些其他一些杂质吧 包括一些硫化物质之类的 大家都熟悉了 这个炉火纯青 炉火纯青啊 炉这种合金的时候 通过炉火 冒出来的烟气 灌到纯青色 那么这个这一炉的炉水 正好做青铜剑呢 好 谢谢邱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 剑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种 重要意象符号 在历代著述中 都不乏剑的踪影 从传说中皇帝所著 轩原剑 到武侠小说中的 七剑下天山 那些传说的明剑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饰演着众多角色 它可以是权贵者的身份象征 又破为文德诺克的 侠客情怀 甚至成为 镇守天下的象征 而剑 从出现开始 就不仅仅是 防身护体的短音器 还逐渐成为 古代文人名士的 精神寄托 主要就是剑 承载了人们 渴望建功立业的 同伟报复 和赵克曼 国英 武供双血鸣的 狭义情怀 来 下一道题 请听题 据记载 春秋时期最著名的 助剑师 欧野子 奉岳王的命令 用毕生精力 铸造了 三长两短的 五把宝剑 这五把宝剑并称为 月五剑 下列哪把宝剑 不在这五剑之列 开始 一号抢刀 我觉得应该是渔长 渔长 他跟那几把 为什么不一样呢 那几把剑 是因为助剑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名字 就是说助剑师的时候 他这个剑助出来以后 相当于出生 时候就已经七号了 就刻上字了 渔长剑是因为 他跟那一段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刺杀有关系 所以呢 我觉得那把剑的命名呢 并不是因为 先有了渔长 后有了刺杀 因为它是藏在那里边 所以他最后 大家称这把剑为渔长剑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 有道理 他认为是 一 渔长 正确答案是 龙渊 有渔长 我们这个音乐的感觉 就是要扣你一分了 我们特别节目不扣分 恭喜你 恭喜你 好 这道题目 我们请 邱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请 龙渊呢 是 欧野子 是奉这个无王之命 铸造的三把剑之一 是不是奉月王之命 不是这一套 对对 不是这一套 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历史上 曾经有关于渔长剑的踏片 鸡里完全是像鱼的肠子 那种旁闹 迂回的这种纹理 这说明在铸造的时候 可能经过多少次的反复折叠 淡达以后 形成了一种自然纹理 那这比大马士革那个早好多年 对 可能后面这种记载 可能更准确一点 所以说 他渔长之德名 他这个铸建的时候 并没想到去搞刺杀 是吧 他只是表明他的一个公义 后人呢 通过一些传说 把这两个给说到一块去了 可以这么说 谢谢陈老师 上针是吧 说起来 古人对君子的讲究非常多 讲究这个君子要是怎么样 能文能武 是吧 剑代表武 接下来我们说说文的事 千百年来 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无处不灿 也发护着巨大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 山间地头 人们用音乐术说的情感 我国最早的诗经典籍中 就记载了大量的雅乐和小曲 在我国历史上 也有过不知多少 关于人和音乐的传说 伯牙与子妻 凭音乐的共鸣而甘胆相照 司马向如和卓文君 因音乐的媒介而永递家园 大胆的诸葛孔明 用一张古琴 两扇城门 吓退了司马懿的大君 在这些故事中 不但体现了 《礼记乐记》中所说的 德者性之端也 乐者德之华也的文化精髓 也让我们从中 看到了一种文士必备的乐器 它就是流传了 三千多年的乐器 古琴 我们这个家里边 这个文人雅士 这琴呢 有时候搁在这个案头 非常漂亮 非常雅致 中国的音乐 很多都传承于 这件乐器之中 接下来这道题目 来考一考大家 在音乐方面的造诣 来 请看题 读到他的这个来由 传说中 传说中很重要 传说中古琴 由谁制作出来 就是谁发明的 开始 四号强盗 这个应该是 碧 顺发明的 顺 顺 对 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古琴 我看过一个 就是一个资料吧 他说是由帝王 顺应该是 第一个帝王 反正我要选碧 四号你看这个知识面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是 顺 好 这个我们请养碧 给他们讲一讲 他发明这个琴的过程 这几位跟这琴 是不是都有关系 我们的先祖圣王 几乎都跟琴有关系 比方说顺 福西 神农 包括周文王和周五王 是各加一根弦 但是 据我们考证 我们认为 顺造五弦琴 是可靠的 顺造五弦琴 为什么要造五弦琴呢 顺 他要唱一首诗 叫南风诗 大意是 风调雨顺 人民富足平安 发明了一个 能伴奏的乐器 是五根弦 是给诗伴奏 给诗伴奏 这就叫琴歌 就是边弹边唱 唱可以用人的嗓子 可是弹要用琴 就发明了五弦琴 那五弦琴 当时来说 就是我们大自然的 五种元素 金木水火土 我们感觉 这个是可信的 可信的 但是呢 愿意倾听 不同的意见 杨老师很严谨的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接下来 我们就来听一听 这天籁之音 我们有请 今天的演奏嘉宾 底灵彤先生上场 有请 欢迎底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各位嘉宾 您一上来啊 这个感觉啊 我们这个全场都安静了 为什么呢 大家都很期待 为我们送上的这个 非常好听的 古琴的 哪首曲子呢 今天 要不然我先弹 弹完了以后 看看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我弹的是什么 太好了 给大家出题了 底先生请 我给大家看 谢谢 谢谢 听完之后 感觉整个五脏六腑 都被按摩了一遍 好舒服 那您先猜一猜 刚才这首曲子 弹的是什么 我让他们猜吧 要不然 好啊 猜对了加一分 好吧 抢答开始 二号 说 高山流水吗 高山流水 那么我觉得呢 这就是遇到知音了 这是高山流水 对 我刚才弹的 这首曲子呢 就是流水 来 给二号加一分 为什么刚才就是 您说高山流水 那么我弹的是流水 到底算不算对呢 其实这里面是这样的 最早的时候呢 高山和流水 它是从一首曲子 到了唐代的时候呢 它分成了高山和流水 为什么要给拆开呢 分上下集呢 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不过瘾 因为这个 弹一遍高山 我再弹一遍流水 那么还有呢 就是可以有两个人来弹 那么形成了一个知音文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讲究 说是能够听得懂高山流水 那么就是能够遇到了你的知音 高山流水的典故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对 是的 这说起来啊 这个中国音乐啊 它古典的音乐 跟西洋音乐啊 真的是区别非常大 对 有很多的独特之处 这个我们想请教一下 杨青先生 李灵彤先生呢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文人秦人 所以他谈的这个流水 一点火气都没有 非常的温润 孔子提出六意 提出诗书里乐 亦春秋 就是因为 里为天下之序 乐为天下之和 所以我们经常说 高山流水 它描写的是知音朋友 如果不论国籍 不论种族 不论信仰 不论性别 不论长幼 都把对方封为知音的话 这个世界会逐渐和平 这个社会会逐渐和谐 所以我认为 知音情节 对于现在来说 同样重要 从现在开始 从我们个人做起 我们希望我们的知音 变天下 哎呀 说得太好了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我们一块来看看下一题 看看下一题 来 请看 我作为一个湖北人 我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呢 这说的全是我们那儿的事 1978年 曾侯倚木出土了大量的乐器 其中就有编钟 不是 有鼓琴 我这老子想起来 我这才知道 其中有鼓琴 这个鼓琴有几根弦 A 五根弦 B 七根弦 C 十根弦 D 十二根弦 开始 三号抢到 C 十根弦 因为咱的小片上有 素七十弦琴嘛 应该也是 我有印象 应该是十弦 十弦琴我觉得特别科学 人有十个指头嘛 好 三号选的是 C 正确答案是 C 十根弦 三号加一分 琴的制作决定了 琴的生命非常长 我们现在的出土文物 最早的是2700年前的 他把古人想跟我们说的话 像录音机一样 把古人的话 都跟我们来叙述出来 而且他的语言是那么的美 给我们讲 古人要告诉我们的故事 中华民族 他的魂灵是梅花 我们有两条母亲河 长江跟黄河 我们有脊梁 我们有五岳 我们有泰山 我们是中华民族 我们有几千年的 辉煌的文明史 古人经常把他的志向 甚至几百个字 都刻在一间琴上 所以我们才有九霄环沛 所以我们才有大圣音 所以我们才有沧海老龙吟 这种千代的 这种古气来传到现在 这就是我们琴人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谢谢 嗯 谢谢杨老师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考验一下 刚才这五分钟大家的学习成果 请听题 新题目又来了啊 古琴上标注音域的秦辉出现在什么时期 我们先解释一下 哪个是秦辉啊 我们看到这个琴弦前面 这有一排小圆点 这个就是秦辉 这个秦辉呢 它还是起到一个参考的一个作用 好 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知道这道题 它的重要性在哪了 我们有三个答案 春秋时期 魏晋时期 隋唐时期 开始 一号抢到 我觉得是B 魏晋时期 就是魏晋时期 他就成熟了 是吧 对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魏晋时期 一号加一分 他说那个魏晋时期 是竹林七贤这点事啊 他们也抚琴吗 是的 竹林七贤里面 有两位都是著名的古琴家 七位里面有俩 对 是哪两位呢 一个呢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姬康 姬康 就是广灵散 那是姬康的作用 那是姬康 竹林七贤当中呢 还有一位呢 也是古琴家 就是我们说的呢 就是软吉 你像他在 他的这个 永淮诗当中 就曾经写过 就是叫 夜中不能昧 做起弹鸣琴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了 我起来我得弹琴 所以他是一个 古琴的发烧友 那么 这是他的一个爱好 另外一个爱好呢 就是喜欢喝酒 所以呢 软吉 就写了一首 特别著名的古琴曲 就叫 九狂 九狂 这个曲子在咱们这个 琴友中间 这个曲子应该是 非常有名的 这首曲子的流行程度呢 可以说是一个 基本上学古琴 大家都会去学到的 一个曲子 今天我们有没有幸 领略一下 这首九狂 好 那我就试试来给大家 演奏一下 好 来 掌声欢迎 请 对我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而不像宝石那么透明 我们管这个叫文人的朦胧美 抽象美 所以我就说 我们的音乐才能 我们在古代 我们的先人 他们有这种音乐才华 确实到现在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那个时候 正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 逐渐复兴 汉唐时期 这是了不起的伟大时代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最早的古琴谱是什么样的 如今还能演奏吗 这个文字符 它得到用一行到一行半的字 来形容这么一个音 唐剑末刀 威力惊人的传说 背后究竟有何讲究 末刀 还是个上层军官 他们所使用 唐元 宋远 明玲珑 流传千年的古琴 为何有如此讲究 一锤定烟精彩 人将继续 文人爱钱解烟 风气以汉代最为盛行 著名的钱家有 蔡雍 司马向儒 竹莲七贤 建安七子等 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古琴曲 例如著名的广陵伞 广陵伞又名广陵芷 是我国著名的古琴曲 竹莲七贤之一的姬康 以善谈此曲文明 后因得罪中会 被司马昭处死 并凯然常叹 广陵伞于坚决矣 在封建时期 虽然上至君王 下至绵间都爱好古琴 但是由于士族门阀 无法对文人的限制 很多文人创作的琴谱 无法流传 因此很多古琴曲 只见书有其名 无法复原演奏 说着就把我们带回到 那个时代 物质非常的富足 精神又非常的充实 才会让礼乐得到 前所未有的发展 达到一个后人 也可能难以企及的高峰 是这样的 好 我们学了半天了 要该考试了 来看下一道题 来 请看 我国现存的最早食物 古琴文字谱 是什么时期的 A 汉代 B 南北朝 C 唐代 D 宋代 开始 5号抢到 汉代 汉代 为什么呢 我记得有记载过 说最早 这个食物啊 包括 靠近古琴的 这方面的字谱啊 可 就是出现在这个年代呢 可能就是汉代 现在没有分的 就是你跟6号啊 6号如果你来回答 你会选哪个 我选B 南北朝 为什么呢 我也是看了一个史料 好像有点印象 是在南北朝 你看的是下册 他看的是上册 6号说 如果他回答 他就答B 是吧 正确答案是 B 按说能答上这题 这水平 您觉得怎么样啊 那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很出了一把脆了 对 是的 虽然他没有抢到 要不给他一分吧 我觉得应该支持一下 给6号加一分 给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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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这得给一分啊 6号加一分 加一分 其实啊 6号说不定就是蒙的 他只不过这么一说 这话说回来 古琴谱 是不是中国人特有的记录方式 国外没有 杨老师 确实是这样 南北朝的时候 这个文字谱 他得到用一行到一行半的字 来形容这么一个音 然后到了唐朝中期呢 我们的曹柔先生 他就把这些字 抽出几个最主要的字 大概四个左右 把每一个字 抽一个偏旁步手 组成一个新的方块字 这样我们就看这个字 这个字叫简字谱 简法的简 就是把它其他的 大部分的偏旁步手 全去掉 就留一个最主要的 这样就变成一个字 是一个音了 这样对古琴的传承和积累 包括它的创作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种执法 它是执法谱 其中有情感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要用简谱 跟五线谱 在上面再来一行谱子 那就是简谱跟五线谱 标的是节奏 每个音的长短和音高 对对对 而它的执法和情感 都在简字谱里体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叫双行谱 下面简字谱 谁也去不掉 这也是文化 也是必要的 上面的简谱跟简字谱 能有助于 和五线谱 有助于我们更快地 掌握古琴曲谱 好 谢谢杨老师 怎么普及一下呢 首先得有人示范一下 比方说今天我们这个 后边这大屏幕上 这个应该是一个古琴谱 对 这就是 咱们现在存世最早的 古琴文字谱 结实调幽兰 就是刚才杨老师说的 这个琴谱呢 是咱们南北朝时期的 秋明所做 然后呢 这个卷子呢 现在这个实物的卷子 是唐人所抄 一直后来呢 在唐代的时候 流传到了日本 换句话说 我们谈这古琴啊 古人就是照着这样的谱 来流传 来分享 是的 我们来听一下好吧 好的 来 再次邀请雨天 好的 来 再次邀请雨天 非常感谢底先生 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的演示讲解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能够经常请您到我们的节目里来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话说回来 这个汉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古琴有了非常长足的发展 但是说完了咱们这个文人喜欢的古琴 我要说这个武将喜欢的剑 到汉代的时候 它这个发展出现了一点变化 这个剑慢慢在实战的战场上 用得越来越少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来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剑气饰演着众多角色 在春秋战国以及前朝统一六国过程中 剑是使用率最高的短兵器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短兵器之王 但是仅仅十多年后 汉太祖刘邦就被围困在白灯山遭到大败 被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 这次战败也让以务兵为主的汉军认识到 对战马上骑兵时 剑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到了汉代中期 汉环手刀逐渐取代了剑 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 好 我们学了半天了 要该考试了 来看下一道题 来 请看 这又说回剑了 汉代剑主要为铁制 而且制作时有统一标准 这题其实也是送分题啊 各位 那么汉剑的长度一般不超过多少呢 开始 2号抢到了 B 1.1米 是吧 对 你从哪听说的这个事 从您面前摆着到 我吸取了上一题的教训 你离这么远 你就能判断出 这个剑没有超过1.1米吗 如果说标准长度 就是算上那个剑尾 在那个剑柄 你说只算这儿是吧 不不不 就是整体都算上 从头到尾 对 1米1 是吧 你选的是B 正确答案是 1.5米 其实我就想说这个问题 这明明到1.5米了 1.5米 当然这肯定有它的讲究 乔老师 汉剑的长度呢 汉剑呢它分短剑和长剑 长剑嘛 它是按照汉字的这种 度量的嘛 它是大概1.1的样子 最长吧 那换成今天的这个 应该就是1.15 1.5的样子 短剑呢 一般在汉字的长度 在50到70公分吧 也就相当于现在的890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请上嘉宾代剑上场 邀请邝百合先生为我们展示探剑 好 欢迎邝先生 你好 邝百合先生 今天这个服饰好像不太活动起来 有点拘谨 对 这是复原的马王堆出土的那个汉代人勇的造型 它是贵族生前喜欢的一个装扮 马王堆这个墓葬里出现出来很多给我们提示的东西 对 尤其是服饰啊 用气啊 就是咱们一复原 就能想到当年的那个感觉 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汉剑 是吧 对 这是我们团队制作的汉剑 我们的战国汉代 一直到唐代都是这个上武风气 流行配剑 我们的战汉一直到近代的时候都是这样佩戴 一直都是这样的 桌子上这把更长的没地方放的 这就是叫什么 环手刀 环手刀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它就下面有一个环 这个环干嘛用的呢 它就上面拽一绳子 这个骑兵 尤其骑兵的时候骑马颠簸 那个刀不小心脱手了以后呢 它不会掉地上去 还不用这个下马 这个再把刀捡起来 我一个掉了以后你看 套在手腕上 就这样啊 它只要这样一甩一操 又大日记手上来了 说起来 这个刀就算是这个剑的一种进化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对 它就迅速地代替了剑在战场上 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 出错的可能性更小 对 可以这么说 这是我的总结 我想请教一下邱春林先生 这个剑慢慢被文人挎上了 这个武将战士们都开始用这种刀了 您觉得它的转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剑嘛 它兼具这个实用和礼仪双重功能 转变到了这个还手刀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实用性远远大于它的礼仪的属性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还手刀啊 它没有剑鞘 包括剑鞘这些都没有 所以这上面的装饰呢 就几乎就很少了 所以它的所谓宝剑呢 因为特别罕见嘛 它也代表卢家文化的那种卢雅的属性嘛 所以尤其佩德身上 它有很多装饰 在还手刀的身上面 基本上我们也很少看的这种 礼仪文化的这些一些要求吧 由剑转向这个还手刀 它就是一种刀剑文化的一种 走向实用主义的一种代表 好 谢谢乔先生 好 那么其实到汉代的时候啊 秦和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汉代再往后过了那么几百年 就迎来了这个大唐盛世 那么在唐代我国的古典文化 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那个时候剑也有变化 钱也有变化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这俩在唐代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随唐时期流行藏日歌舞 而前风烧落 但是着钱却在唐代有了巨大的发展 如四川雷氏家族为皇室着造的 九霄桑环佩和大圣遗烟皆为传世名钱 而论及古钱形制 形制浑原的唐钱逐渐成为固定的古钱样式 一直流传到今天 唐代 唐代古钱也在历代都被视为西式珍宝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 白居易等其本身也是著名的前世 并创作了大量的古曲 而这一时期 很多古钱文化开始成为固定之事 一直流传之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一锤定音的特别节目 大开眼界 今天我们徜徉在勤心见胆的海洋之中 一会儿是勤啊 一会儿是贱 其实这个人啊 这个生活中啊 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 一定这两样都得有 看似温柔的 用来舒怀的音乐 用来锻炼身体的刀剑 都得有 看这个琴往这一放 我的气质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我坐在这儿真的心境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又要考大家一道题 请听题 唐代古琴发展到了高峰这一时期 什么的发展成熟一直流传至今 就是这三个选项里边哪一个当时就算定了形了 一直到现在 A 古琴样式 B 古琴流派 C 古琴直谱 开始 三号抢到 古琴样式 唐代就定型了 对 就不怎么再变了 是吧 是的 王大师你觉得他说的对吗 我五音不缺 我不太了解这个 三号认为是古琴的样式 正确答案是 古琴样式 恭喜 好 这个 接下来我们又会请上一位演奏家 我们 有请 李正音 上台 有请 欢迎李正音小姐 你好 大家好 专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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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好 你看我们这个女士 她要抚琴之前 这个服装都不一样 您这是专门要弹琴才会穿的服装吗 是的 这个服装有什么样的含义 这个是我们的心中饰 还有我们的汉服的元素 用它来配这个古琴 太合适了 对 今天为我们一见面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曲子呢 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是宋词 白石道人歌曲 白石道人就是我们的很熟悉的一个词人叫江奎 白石道人歌曲 换句话说不光是抚琴 还有演唱 没错 大家欢迎李正音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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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空旋风归去 龙不沉溺 谢谢 这个太精彩了 我们一直没这个概念 以为这就得弹奏 但是还能够同时歌唱 这首叫做白石道人歌曲 它的名字叫格西梅令 给我们讲一讲它的来源 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格西梅令是江奎的自度曲 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他之前没有这个词牌名 所以这个词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过去的颂词 都是可以演唱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 大多数的颂词 我们只有文字留下来 这谱就没有了 对 我们 但是白石道人歌曲 我们留下了 它用俗字谱来记载 留下了十七首 让我们知道 过去的颂词是怎么演唱的 如果谁能够发现相关的文献 那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的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请教一下杨老师 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士的精神 那么在唐代这样的时代 是不是得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发展 李白有一首诗 它前面是这么讲的 《蜀僧报律企》 律企就是传说当年司马相如 这就是卓文君谈的那张琴 也是四大名琴 蜀僧报律企 膝下鹅眉风 为我一挥手 如听万鹤松 这是李白的诗 在唐朝的时候 我们的几乎所有的大诗人 他们都跟琴有关 比方说韩玉是个大文人 他写出来听影诗弹琴 这首诗跟白鱼翼的琵琶琴病序和李赫的李平空喉引被列为中国古诗写音乐的最好的三首诗 所以那个时候 古琴很流行 我们没有看到古琴曲 但是看到了那么多美妙的跟古琴有关的诗词 所以可见在圣唐时期 古琴也是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期 好 谢谢杨老师 上台我们的嘉宾演奏的这首 这就叫琴歌 是吧 琴歌 唐颂之后古琴又有哪些故事 好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其实我们在弹奏老琴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光是在听它的这个一个表面的声音 我们其实也在感受古人在辅这张琴的时候 那种当时的那种气息 好 接下来抢大题 来 请听题 最早的琴桌出现在什么时期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我就问一下您 这琴不都得有琴桌吗 难道以前还有一体的呀 以前是在高桌高凳出现之前 古人是席地而坐 就搁腿上了 没错 搁腿上了 所以后来才有桌子 它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唐代 宋代 明代 开始 五号抢到了 宋代 宋代有的 你猜的吧 有一幅画 宋徽宗在那弹琴 赵吉在弹琴 我联想到应该是宋代 就是说宋代 你看到了宋徽宗弹琴的画 他有桌子了 对 是这样子的 这就能证明是宋代吗 你只能证明宋代有了 不能证明宋代 宋代是最早的呀 大概率 反正刚才那道题也证明了 反正五号看的书吧 就没有六号的那么准 是吧 那个画叫听琴图 你也看过是吧 那个画对 你同意他那说法吗 我同意 你也同意 这次我也选B 五号非常的努力 我们今天节目都快播完了 他还没有分 希望能给他带来好运 宋代 他选的是宋代 正确答案是 宋代 五号加一分 原来咱们这个中原地区的人 是没有高桌高凳的 对 干什么事都在地上 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 所以那时候地上用的东西 用品也特别齐全 是的 琴搁在腿上 弹的文化也非常的娇远 对 所以因为这个物质文明的改变 所以就是这个琴实际上弹奏 它也发生了改变 那么在过去没有高桌高凳的时候 琴放在腿上弹 我们是右手执法比较复杂 左手的执法比较简单 因为它不稳当 如果左手走来走去的话 它可能会不稳当 就是左手它想 想复杂也不合适 对 我们叫声多运少 那么自从琴桌出现了之后 它的曲风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那么就是我们叫运多声少 就是左手的技法开始复杂起来了 因为弹奏的条件比以前提升了 是的 所以给了左手极大的发挥空间 没错 在这里我们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刚才我们说到的话题 唐宋之后 宋代以后有了琴桌 有了琴桌 除了刚才说到的左手这个空间更大了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显著变化 宋朝以后 古琴的流派开始逐渐多起了 就唐朝的琴以元为美 因为唐以肥为美 就唐元 但是到了宋 大家看看寿金体 宋扁人 唐朝的琴是圆的 宋朝的琴是扁的 到了明朝 琴就非常的玲珑 所以我们就有个顺口流叫 唐元宋扁 明玲珑 就描写了我们的琴质的变化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唐代古琴定下来 这个知识流传至今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所以就不知道这个唐代的剑 后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看下一个短片 请 剑之所以被诸多的诗人词人 赋予豪气与抱负的文化内涵 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 远远流长的配剑重建之风 尤其到了唐代 剑作为军队制式武器的作用逐渐降低 而好侠任性的配剑之风 却成为文士们的喜爱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一生所著的诗文中 就出现了150多具剑的描写和典故 杜甫也从20岁开始就仗剑游历天下 唐代文人们酒放豪肠 七分酿成的财情 余下的三分 笑成剑气 满穿了整个盛堂 在那样一个时代 上次帝王下道百姓 文人末刻 重文少武 对剑舒怀 或气概豪迈 或风华雪月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 剑被普及化了的时代 在唐代的军队中 最为犀利的装备 却是后来天下文明的末刀 好 说到唐代的剑 我们来看这一题 请看 看这东西答这题 据记载唐代末刀 是长饼刀还是长刀 什么叫长刀 什么叫长饼刀 这个题有点难 只有两个选项 开始 五号又抢刀了 五号太厉害了 选吧 我选B 长饼刀 对 这半真是挺长的 是吧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长刀 接下来我们请上嘉宾 下一位带刀嘉宾 王浩云 王琪有请 这气势真不一样了 这就是末刀 对 没错 这把的话是一个唐代的末刀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这个末刀 它其实典故挺多 唐代这个末刀 它也不是一般人能配的 这个刀它威力非常强 为什么它不是这个长杆呢 因为我的杠杆力已经足够了 我根本就没有必要说 把柄做了有一米多长 没有必要 其实配备这个刀型的这个兵种啊 它其实是个复合型兵种 这个末刀是精锐中的精锐才能配的 得有一定的本事才用得了这东西 对对对对 就是一般的小兵 其实应该没有资格去配备它了 好 挺厉害 这时候我们想请教一下 邱先生 唐代的时候 剑呢都变成这个样了 那么它这种转变的实际意义 是什么呢 这个 真的刚才这位先生说的 这个末刀还是这个上层军官啊 他们所使用的 真正在社会上流行的 就是说文伦默克 包括一些一些贵族 他做一做礼仪性的 还是用的是剑 这个还是正是属于军队里实战用的 就是整个到了谈的这种剑和刀啊 分流得很鲜明了 好 谢谢 也感谢 谢谢邱先生 说到这儿 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刚才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今天的题全问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得分 三号 力压群雄获得本场胜利 我们有请三号上台领奖 有请凯派玉焦大师王欢女士为她颁奖 好 请王大师亲自为她颁奖 好 恭喜三号 谢谢王大师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好 请 今天我们从远古说起 说到唐代 联想到今朝 应该说今天我们在秦和剑中间 都得到了很多的新的体会和感悟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来共同体验一下 秦与剑共同飞翔的绝妙配合 我们有请中国民族管弦业 古琴专业委员会顾问杨青老师 亲自为我们父亲 有请 帐一片月 万户道ys 中秋风吹不尽 同时与观景 何日平和路 两人把云针 谢谢我们今天的 专家老师的精彩演奏 谢谢王先生 谢谢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专家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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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感谢今天 所有左宝人的见证和参与 这女生逸权净音 特别节目《大开演戏》 我是主艺 亲爱的朋友们 下场见 再见 再见